大家好,我是青石 前一段时间咱们看了一些好的少有牡丹的品种 好多花友就跟我说,这个花是漂亮,但是价钱有点贵 那如果我一年预算是几十块钱,一到一百块钱左右呢 我能不能买到一些新意的品种呢 那我想还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块看看这个牡丹少要 如果大家想花个五十一百块钱,能不能收集到一些好的品种 好吧,那我们从牡丹现在开始看起 这个牡丹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品种 Boris,这是Dephanies在1977年的时候杂交出来的 那它是卖四十五块钱 这是一个紫红色非常漂亮的一个鲁亭的hybrid牡丹 那么是北美杂交品种 这个颜色非常深 这是挺不错的一个品种 四十五 那我们去都给它们配个队看看 有时候收集一颗少了点 大家有可能想收集个两颗什么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呢,就是比较著名的了 Gogan 它也是Dephanies在 不是很清楚拿一年杂交出来 它上面写 它卖三十五块钱 那这样两颗呢,夹在一块呢 这个价钱就很合适了 这个Gogan呢,是得过很多奖的 我们说它这个花呢 是 这个 大家都说这个花呢 是很难形容 就因为它每一朵花 你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单花在开的过程当中 从开到落又是每天在变颜色的 所以大家都说它是 没办法形容了颜色 那么 这样两颗呢 其实一颗三十五 那还有一颗呢 是四十五 那两个价钱呢 是八十块钱 但这样子的话呢 我想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吧 收两颗不错的品种 那么如果 你想多花 多花个几十块钱 那收两个 著名品种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你看看我们这个 我们再给它配个对 LIDA LIDA呢 就是2014年 在美国的 美国这个 少要 少要展览上都给我大奖的 那六十五块钱 它这个也 这个就是非常漂亮的 花瓣厚实 花很大 完了以后呢 花量也多 整个一个花 开满了以后呢 这个整个对这个 植株的覆盖率非常高 那么 深的玫瑰红色的花 铺满了这个 这一颗牡丹 非常漂亮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不见 有的时候 大家可能看不见 有很多很多花苞在上面 还没有开呢 好吧 这是开了 二四六朵花 好吧 那六十五 这个是 那我们再给它配一个对 那 Ploto呢 就是我们说的 北美最著名的黑牡丹了 那 花形很漂亮 花呢 都 这个 每个花瓣都带着 这个 这个 亮光的 花也很大 这个花 这个 是非常漂亮的 也是Dephanies在 1987年杂交出来的 那它也是卖六十五 那两个加起来 130块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应该接受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100到120三十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 有 有两对的选择 那么 都是好品种的 那我们 这个牡丹看了以后 要看勺药 勺药那就更多了 勺药我们先看看Coral 大家最喜欢的品种 颜色 那么 第一个 Coral Charm 26块钱 是 1986年 得了大奖 那么26块钱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个颜色 大家都知道 好吧 这个品种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再给它配一个对 配一个 珊瑚色里的 头牌 那就是 Coral Sunset 30 30 30加26 那么56块钱 那么我想应该大家可以接受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 这个为什么叫做头牌 那这个就是 这一朵花在退色的时候 就是 先开的时候呢 是这个颜色 那么 大概一朵花在开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呢 开到三四天以后呢 它就开始慢慢的在退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就是退 三四天以后开始退了 一直退到 花谢 那么 黄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这个 如果 一颗大颗的成年的 开二三十朵花 那么 我们看到 每一朵花的颜色 都不一样 而且 那 都是很漂亮的花 那 大家可想而知 它的观赞价值有多高了 好吧 这两颗加起来也不过五十来块钱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 我们再看看我的 favorite color 那就是红色 好吧 那红色呢 当然是更多了 我们把它拉 拉开一点 拉开 这个 这个 拉到九十个 九十个品种 那 这个第一个呢 就 我可以跟大家推荐的 这个是 chocolate soldier 这是 目前来说是 颜色最黑的 这个杂交少药了 这个是 颜色非常黑 那么 三十五 那我们再给它配个对 看看 下面 好 我们来配一个正红色的 正红色的是在北美杂交少药里面的 它是最有特色的 其他的地方的少药都没有这个颜色 只有在这个 这个hyber里面才会有这个颜色 正红色 真正的红色 好吧 那么 它 高 高 高四十 那么 我们说起来一米多高了 这颗是 长得非常强壮 那么 整个掌势看上去很 就是很喜人的样子 花又大 那么 又是正红色 是虫瓣的 是 你想这样子 一颗 这个掌势是22块钱 这样的话 一个22刚才再加上我们的35 啊 35 22 那50来块钱 那两颗好的掌势品种 这个也不应该不算太贵 好吧 那我们再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的红色 那么如果你花型是喜欢其他花型的 那我当然给大家推荐呢 就是这个 Bomb花型的 那么这个是像大球一样的 高 它花也高 那么颜色又正 那我们看看这个 Many Happy Return 这个是2007年得了美国的金奖的 是Horling Wars 这个是著名杂交者 在1986年杂交出来的 那么 这个是正红色 那么非常 花非常大 而且高松起来 像馒头 非常非常漂亮 好吧 那么才22块钱 那我们再给它配一个 配一个相同的这个花型的 那么我肯定是 第一个就找到这个Red Charm 这是 少咬界公认的 头牌 所有少咬里的头牌 那么是1944年杂交出来的 它 在1956年就得了金奖了 好吧 那到现在还是每一个种少咬人的favor 好吧 那么Red Charm它26 26加22的话呢 也不过48 那50块钱不到的话 收两个最顶级的红烧药的品种 大家应该是偷笑了吧 我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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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50块钱买两个这么好的烧药 真的应该偷笑了 好吧 那么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花个五十一百呢 能够收到 一定能够收到一些好的品种 那大家呢 就是做好功课 那么 找到自己喜欢的品种 这样子的话呢 那到时候 一有机会 你下手收的话呢 就心里有个底 那么 也是可以收到很多好品种的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这个 我这里呢 是一个主要讲牡丹 韶药 的 种植 繁殖的一个频道 还有一些 这个 像杜鹃呢 以后还更多的 讲到紫藤啊 修剪繁殖的一个频道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订我这个频道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 这些视频呢 对大家有些帮助的话呢 那请大家呢 给我一个点赞 那么 对对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就到这 OK 谢谢 拜拜